大家好,我是丁丁畅聊 2007年,陈小旭的第二任丈夫好童把双方父母叫到家中 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说道,大年初六,小旭要出家了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正月十六我也要出家 陈小旭的婆婆听完,经受不住打击 当场就昏过去了 陈小旭的父亲也非常生气 一个好好的家,还有一个经营不错的公司 不好好生活,为什么非要搞散了呢 然而他不知道,这时的陈小旭已经得了乳腺癌 而且病入膏肓 1965年10月29日 陈小旭出生于辽宁安山 父亲是安山京剧团的导演 母亲是京剧团学员班的教师 父母本来希望陈小旭能女成副业 可是陈小旭却不喜欢京剧 而是偏爱芭蕾舞 十岁时便开始学习芭蕾舞 他的梦想是能去省里最好的芭蕾舞学校学习 12岁时 陈小旭就可以做白毛女倒梯子经官的高难度动作 但是当他通过了所有的考核后 却因为芭蕾舞舞团的一句评语 最终老师选择了其他女孩 芭蕾舞的梦想破灭后 陈小旭迷上了看书 而且他还喜欢在日记中写诗 后来母亲见他那么喜欢读书 就给陈小旭办了个图书证 从图书馆建了很多书 当时他最喜欢的是《雨果的悲惨世界》 《落地伯朗特的简爱》 当然还有曹雪芹的《红楼梦》 1978年13岁的陈小旭 进入安山杂技团 开始每天练功并担任报幕员 不久后 他又转入安山话剧团 但是没有表演经验的他 只能打打下手 演一些小配角 1979年14岁的陈小旭 就发表了第一首诗 《我是一朵柳旭》 1983年 《红楼梦》剧组在全国选拔演员 这年 18岁的陈小旭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消息 宝代拆缝的扮演者 要从普通的男孩女孩中挑选 好多人觉得陈小旭和林黛玉比较接近 就鼓励他去试试 可是陈小旭没有自信 他只是话剧 一名学员只是恰巧喜欢读《红楼梦》 而且喜欢把林黛玉的诗抄在本子上 他觉得只凭单方面的喜欢 导演肯定不会选自己 但是之后在男友毕燕君的鼓励下 陈小旭还是给导演王福林写了一封自荐信 他把对林黛玉的理解写了几页纸 还附上了自己的几张照片 还有14岁时写的一首小诗 之后陈小旭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然而一周后 导演亲自给他回信 并希望他能到北京面试 到北京见了王导后 他回答了几百个问题便回去了 直到一年后 陈小旭接到通知 去参加《红楼梦》的演员培训班 最终陈小旭获得了王导的认可 出演林黛玉 1984年《红楼梦》开拍 每天除了拍摄 还要听洪学大师讲课 学习琴棋书画 也结交了不少姐妹 这也是陈小旭最快乐和难忘的三年 1987年 《红楼梦》在中央电视台热播 21岁的陈小旭 从此一夜成名 《红楼梦》拍摄完成后 陈小旭便与男友碧雁君结婚 之后在北漂的几年中 两人搬了七八次家 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 陈小旭入戏太深 《红楼》之后他演过好几个角色 但再也找不到当初的那种感觉 不久后 陈小旭和丈夫也因为性格不合而离婚 1991年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郝童毕业 他请到了26岁陈小旭 拍摄自己的毕业作品 两人就这样认识了 之后两人越走越近 后来郝童决定创办广告公司 便拉着陈小旭一起 当时陈小旭也处在事业的瓶颈期 于是就答应了 之后 广告公司依靠陈小旭的才华和名气迅速发展 陈小旭还获得 中国30位杰出女性广告人 中国经济年度风云人物的殊荣 陈小旭也成为身家上亿的商业女强人 2006年5月 陈小旭被血诊为乳腺癌 医生建议他用 西医的化疗可以延续生命 但是他却说 假如说动手术做化疗能治好 或不用这个就死亡 那我选择死亡 他太爱美了 宁愿忍受痛苦和死亡 也不愿破坏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 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心中充满浪漫 充满了世上一切的美好 他个性里有着一种非常坚定的东西 2007年农历大年初六 陈小旭在百国兴隆寺剃度出家 法号秒针 同年5月13日 陈小旭因乳腺癌在深圳去世 享年41岁 谁最像曹翁笔下的人物 我毫不犹豫地说 是陈小旭 小旭 你何止这么早就走了呢 姥姥想你啊 终于走完了人间的最后一程 一个是狼院闲旁 一个是美女无瑕 天堂多了陈小旭 世间再无灵待遇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